今天这个视频是欠大家的 所以说给大家补上 那我之前发过一个视频 一个非常优美的舞蹈人物 转身的一个动作 很多人都在问我 说这个转身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因为很多人会发现 我们在做这种动作转身的时候 如果你用Open Pose 你会发现呢 它整个的这个动作的识别不够精致 那如果你要是用DW Open Pose 你会发现它又识别不了转身的这种动作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能让它做出来 一个比较完美的转身的东西呢 其实呢我们用到了一种结合的方法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姿势控制里边呢 其实是既有Open Pose 也有DW Open Pose 它要结合起来来用 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效果 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兴趣就更大了 那你说的这个它到底怎么去做呢 当然具体的这种姿势的融合 不用我们去写算吧 那你只需要安装一个第三方的扩展节点就可以 但是这个东西的确可以完美的解决 对人物的正面和背面识别的问题 好下边呢我们就来揭晓谜底来看具体操作 那这个流程主要是来解决人物出现旋转的时候 那你能不能准确的识别出来它是面部朝向你还是后背朝向你 那当然这里边最关键的是我们对于Pose 就是姿势的控制 当然整个的流程不完全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整个流程实现的一个效果 我们加载我们的视力视频进行一个缩放 这个里边的缩放呢 我设的稍微的大一点 我设成了544×960 因为呢现在如果我们希望它能够准确的识别 还是让它的初始视频稍微的大一点 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 如果你整个的视频当中的动作比较复杂 那么你这个分辨率就大一点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动作 那你就可以小一点 我这儿呢还进行了一个去背的操作 也就是去除背景 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全是这个人物的图片 当然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附属的操作呢 还是为了保证背景呢 不会对我们人物的识别造成一定的干扰 另外我们还是把人物的遮罩给它识别出来了 第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识别遮罩的方法 之前呢我们都是用那个coco segmentation 也就是我们说的基于coco数据集的这种语分割的技术 通过一个颜色的拾取器将这个遮罩给它取出来 那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啊 很多人呢可能他记不住那个颜色 是2060-20还是2026时 这个有的时候容易记混 那如果你对颜色的这种混合的模式不是特别清楚 你可能不会特别清楚的记得那个值 那这呢我们就介绍一个新的这种产生遮罩的方法 这个产生遮罩的方法除了我们说的比较简单之外 它还有一个比较快捷的操作 你会发现啊 你可以选择你是要产生脸部的遮罩 还是要产生背景的遮罩 还是要产生头发的遮罩 还是要产生身体的遮罩 还是要产生衣服的遮罩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去组合这个东西 那当然呢它的组合方式就有很多 你比方说我现在要产生人物的 那人物你怎么去定义呢 应该是脸加上头发加上身体加上衣服 那我是不是要把四个都选上呢 当然我没有那么干啊 我是选了一个背景 用了一个反转遮罩的一个操作 把它反过来 这样就是人物 当然你可以选择四个啊 这个就是不同的操作手法 那殊途同归嘛 我们最终要达到那个效果 你用哪种方式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呢就是图片预处理的部分 这个包呢你可以通过manager直接去安装就可以 搜一下person 你会发现这儿一个叫personmaskedgenerator 你在这儿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啊 当然你可以打开它的github手印 然后通过github这种方式 用手动的方法去安装 这个也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部分啊 图像处理的部分 你会发现不管怎么做啊 基本上就是缩放加折照 我们来看一下文生图的部分 文生图的部分跟我们之前也很像 有人说不太一样啊 你这儿用了一个promptschedule 这个是我做实验用的啊 你用我们传统的这个cliptext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animate diff的设置 animate diff呢 我用的主模型呢是sdv14 这个主模型还是考虑到整体的色彩 因为呢我们并不希望 config外生成的那个图片呢 它发黄 因为呢animate diff加上conry night之后呢 这个人物的确会偏暗发黄 即便是你现在看到的我的这个人物 是比较漂亮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衣服 也有明显的发暗发黄这个迹象啊 只不过是说整体的图像 它整个的色彩度比较够 所以说呢我们感觉出来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如果你现在要把它换成v3版本的animate diff的话 这个就特别明显啊 这个人物呢发发黄非常的不好看 我们用了free noise技术啊 用到了viewport和contact option 这样结合 注意这我用的不是8用的是12 我们还是希望它尽量的减少 jpu算力的这个情况下呢 让这个值尽量的大 尤其是当你在处理这种 比较复杂的连贯动作的时候 好下边的关键的点来了 它到底是怎么识别这个姿势的呢 第一个control night呢 我们用的是lan art 当然用soft edge我觉得也可以啊 那这样呢可以把这个人物精细的给它描述出来 你要注意lan art呢有两种啊 第一种是基于animate 也就是动画人物的 第二种呢是基于realistic 也就是写实人物的 这个你要分清楚 不要乱用啊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下边呢我们看一下最关键的部分 我们用了这个姿势控制呢 其实既不是dwopen pose 也不是open pose 而是一个综合起来的手法 用的是my pose 这个my pose呢 其实是fastblend的组件里边的一个手法啊 它其实呢是将open pose和dwopen pose呢 给它结合起来 那你会发现当正面的时候 我们会用dwopen pose 但是它一旦转过去 我们就会用open pose 再转回来又用dwopen pose 因为总体上来讲 open pose是可以比较好的识别 那人物的前后的 就是是面对着你还是背对着你 但是dwopen pose是识别不了的 但是dwopen pose对于姿势的控制又比较的准 而open pose呢 它就控制的比较差 所以说呢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折注 那这个算法呢不用你来写啊 你基本上直接套用就可以 这儿呢有一些注意的点 就是在我们用open pose的时候呢 我们检测人物和脸 dwopen pose的时候呢 我们是检测手和身体 所以说呢是不太一样的 另外分辨率不要改啊 如果你把分辨率改了之后 它这个就检测不出来了 那另外呢你会发现有一些针 它是会漏减的 比方会有空白针的这个情况 这个会用到的组件 叫做fast blend 那这是它的github的官网 我们之前用过它的一个组件 叫做smooth value 主要是为了平滑视频的 下面这个呢 主要是用到的叫my pose的 这样一个组件 他这也提到了 说因为dwopen pose 在人物转身的时候 不能识别人物的后背 但是呢 在人物姿势方面呢 就比open pose要准确 而open pose呢 就相反的 它能够识别人物背对着你的 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我们就结合了它的这个优点 你把它下载下载 安装就可以啊 在之前的版本里边 还需要改名啊 但是在新版里边就不用改了 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直接启动 我们的conf UI就可以了 那到这呢 其实关键的部分呢 就说完了 那你会发现生成的人物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识别这个动作 但是你要注意 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个动作是有漏针的 对应着这个地方 另外转身的时候呢 对于这种动作比较复杂的 这种视频的话 我们尽量的不要漏针啊 因为我们原来为了保证 生成的速度嘛 我们会把取膜的这个值呢 换成二 就是每两针取一针 但是如果这一种转身动作 你尽量就是一针一针的取就行 后边的操作呢 这是一个放大的操作很简单啊 用模型放大四倍 再把它缩放到一个固定大小啊 我这用的是810×1440 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们说的9比16的 让一个比例 缩放之后呢 你会发现也是比较漂亮的 那很多细节呢 就被转换出来了 然后呢 进行了一个换脸的操作 这样的话呢 基本的人物转身的视频 就被我们做好了 那所以说你会发现用了MyPost之后呢 它比你用单纯的OpenPost 和DW OpenPost 这个效果呢 都要好很多 看到了吗 在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用到了一个综合节点 叫做MyPost 这个东西呢 是别人做的 给自己用的 姿势融合的组件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 当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的确可以完美的识别 人物的正面和版面 当然呢 它会有一些缺点 比方说那个分辨率是不能乱写的 你只能按它标准的 那个组件上的参数来做 当然你具体的参考图 是多少这个随意 另外呢 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中间有一些图像呢 它的一个姿势识别 那是缺失的 这个呢 也是这个算法 比较欠缺的一个地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的确解决了 我们在视频声称里边 这个说起来 就让人头疼的一个难题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动爱的人 我说起来 你不是什么 我说这就能不思认